Hi 歡迎大家收看朗林化學頻道 我是你的化學導師 Ron M 今集是第一集 影片的目的最主要是分享我的教學心得 以及一些學生常問的問題 而今集第一集會講三個東西 我分開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講講DSE的計分方法 第二個部分就是講講究竟 什麼時候勤勵Ron M 我老X經常叫我溫習 究竟是什麼時候溫習會比較好處 還有第三,究竟計分方面 哪個topic計分最多 我什麼時候開始勤勵 事不宜遲,馬上看看第一個部分 DSE怎樣計分 HKDSECAM的計分方法 非常之簡單 就像其他的方法一樣 就把幾個卷的分數加起來 就是你的總分 總分之後再拉Curve 得到你的grade 我們看看這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PayPal1 PayPal1就佔成我CAM60分 那這份卷就是 明年2020年考DSE的學生 就是三月 四月頭去考的 那PayPal2方面呢 就是考一個小時 這個剛才兩個半小時 這個一個小時 那考多少分呢?20分 SBA就是實驗 那考多少個 或者SBA裡面的計分方法 或者是Rong Sir有沒有什麼建議 有沒有材料給我們溫習 有的 但是由於我們影片的時間不足 沒有時間在這裡逐一講解 如果大家有興趣 下面留言 如果有興趣我再拍多一些關於 實驗的計分方法 或者裡面的內容 那第三 SBA的分數就是20分 三個分數加起來就是100分 咦?Rong Sir 啊,講完了嗎? 這些我上網都找到了 那當然啦 那當然啦 看這個詞文 聰明仔聰明女的啦 我都提供了一些額外資訊給大家 那聽著啦 學校老師都未必知道 或者未必講的 資訊就是 那麼簡單 計分就好了 如果大家買一份DSE的卷 我啦 為什麼我這麼熟呢? 當然知道我買了很多次 或者考了很多次DSE 有一點經驗跟大家分享 就是 這個分才是最重要咯 啊,60分我都知道了 NO? 咦? 看著咯 這個分會直接影響這兩個分 令到呢 這兩個分會有額外調整 那怎樣調整呢? 如果這裡很高分 這裡很低分 這兩個就會加分 相反 這裡很低分 這兩個很高分 這兩個就會減分 為什麼呢? 不是關子了 大家都想到了 先說SBA 先說吧 SBA大家都知道 這三個部分 最有機會出現不公平的地方 就是SBA 學校老師又不同 卷出的實驗又不同 可能這個分數呢 我學校老師很高分 第二間學校很低分 那這個位置不公平咯 這個位置會加加減減的 最主要看怎樣加加減減 令到最公平呢 就是看這個 你的實力會影響到你的分數 最後一個很複雜的實驗在這裡 但是呢 最主要給大家一個概念 知道哪份卷最重要 啊 聰明仔 Right 第一部分講完了 計算方法 阿Sir 第二個地方 究竟什麼時候勤力呢 那我們可以看這個 這樣的 表 去知道什麼時候勤力的 那我們看一下Paper 1考什麼 Paper 2考什麼 那我們就知道什麼時候勤力 Paper 1呢 就是考中4和中5的內容 那中5會考工業和分析化學 咦 喂 說完了 蛤 我除了你講了什麼 喂 聰明仔 大家看不看 喂 幾分啊 除花開每年都知道 大概只有30分 那所以 喂 不是傻的都知道 應該什麼時候勤力了 啊 說了啦 中4和中5 即是你媽媽叫你勤力 嘩 神經病 她每天都要勤力的 但是Ronson跟你講 中4和中5 就是一定要勤力的 因為這個分數佔多 還有跟大家講呢 這個又一來少分 二來呢 Paper 2難得分很多 所以 聰明就是一定是 中4和中5開始快力 那 回來 講回這個視頻的最後 第三部分 就是阿Sir 那什麼 Topic或者是 我也知道什麼時候勤力 那這個 這份卷裡面呢 60分呢 最多的Topic 或者最多的內容考什麼 算模式 不過算模式很籠統 不如我直接講個Topic名 不浪費那麼多大家時間了 大家直接看看 這份卷最重要 不是說60分 影響這兩個部分 所以呢 這份卷最多分的三個Topic 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真的溫書 沒什麼時間 就溫這三個 當然不要這樣溫 那 這樣讀書都不會太好的 不過算了 如果真的講個性價比 第一個Topic 第二個Topic 第三個Topic 最多分的三課 第一個就是 登 有機化學 一加二 即是說Elking Elking Isomar 膠 那些有機化物 那我們上課再講吧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 你猜不猜到呢 第二個部分 中四教了 你不要以為中四的東西沒用 孫簡很多分 那所以 第二個部分 就是孫考最多分的 那第三呢 就是Read Alls 所以 啊 今集的內容呢 都差不多了 去到這裡 那希望之後我會 繼續 其實我還沒介紹自己 我是Ron M 香港大學畢業 五星星四次的了 那也都 在做網上的 課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想看以前的 教學呢 那就可以WhatsApp 我們去 看看 究竟有什麼需要幫到你 實驗啊 我們都會有的 我們的網上課程都會包 練習啦 卷啦 還有SBA都會和大家 有些資訊 和大家分享的 那就是這麼多了 希望大家 覺得有用呢 就 給心心 給like follow like我們facebook share我們的post 還有呢 還有呢 留意我們最新的 網頁資訊 youtube呢 我們會有的 那希望大家繼續follow呢 會繼續更加多資訊 那希望幫到大家啦 那就是這麼多了 bye 限行再見